各位牧长 弟兄姊妹们平安 欢迎收看普世丰盛合场快讯 在5月25日 位于缅北腊旭的美华温柔之家 举行了学生宿舍落成典礼 同时也庆祝王俊美传道 侍奉主满35周年 并进行了一场感恩敬拜活动 此次活动吸引了300多人前来参加 共同见证神奇妙的作为 请看报道 5月25日 对于缅北美华温柔之家的孩子们来说 是个大喜的日子 因为经过多年的仰望祷告 新宿舍楼的增建终于完成 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 和现代化的学习生活环境 相比于旧宿舍的拥挤 新宿舍明亮宽敞 设施齐全 孩子们现在有固定的用餐场所 不再需要在洗澡时排队 雨季洗脸时也不用一边撑伞 此外 新宿舍还配备了独立的自习室 教室 图书馆 电脑室 以及停车场 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学习条件 和生活质量 王俊美传道 因父亲的长期侍奉主 而自幼接触耶稣 在教会的帮助下 他得以完成学业 甚至进入神学院深造 2006年 他创办了美华温柔之家 旨在帮助困境中的孩童 获得教育机会 美华温柔之家 至今已帮助了无数孩子 不仅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 还促使他们在生命上得到成长 许多刚来到温柔之家的孩子 并不认识主 但在这里的生活 逐渐让他们倚靠神 成为孝顺的人 生命被改变 部分孩子在这里得到了家的关爱 并决定将这份爱分享给他人 一些孩子后来来到国外深造 有的进入神学院就读 有的成为传道人 有的则成家立业 回馈社会 目前该机构共有72名孩子在这里学习 并有16位致力于服侍的道路上 谢主从2006年开始 开温柔之家 很多的小孩子都到我们这里面来就读 其中有孤儿 有担心 有一些是父母亲离婚了 还有一些是困难的孩子都到这里来 有时候感觉到说是慢慢的又想把这个工作交给其他人来做 想办去的 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我们缅甸的局势治安很乱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小孩子们在这个乡村里面不能够读书求学 很可能因为没有办法读也没有办法办学校都是在炮生当中 温柔 甚至讨难 有一些呢 因着怕真兵 所以不敢在自己的地方来继续住下去 又来我们梅华温柔之家来要求来读 的时候 我们也看看比较困难的 然后我们就接收 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来住室 大家好 我居住在温柔之家已经有两年多了 在这两年多里因为旧房间很拥挤 也因为天气的炎热 拥挤的房间变得很热很热 当新宿舍盖好之后 我们到了新的房间 我们可以到读书馆里面去读书 去补充知识 也可以到阳台上上上新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欢心 感谢上帝也感谢你们 愿神加倍的赐福于你们 宿舍发见之后 对我们的日常方便了很多 谢谢每一位用金钱以及祷告支持我们的 愿上帝赐福你们 此次庆典活动既是对新宿舍落成的庆祝 也是对王俊美传道35年来无私奉献的感恩敬拜 与会者在感受到神恩典的同时 也见证了美华温柔之家 对儿童教育和生命成长的巨大贡献 感谢主在近几年不断将有需要帮助的孩子 带到美华温柔之家 也让美华温柔之家能凭着信心完成新宿舍的增建工作 目前还有1300万免币 约合4000美金的欠款 尚未付清 恳请各位弟兄姊妹继续祷告支持他们 如您有感动 请点击荧幕右方的奉献链接 并将这支影片按赞分享出去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